中国万吨大船开工具备什么特殊能力 为什么国际评论称中国不开玩笑 近日中国又计划打造一艘 吨位堪比055大区的万吨大船 吸引了海内外不少人的关注 据媒体1月8号报道 日前中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已经开工建造 该船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海巡船中 吨位最大装备最精良的领头羊 据悉该船总长165米宽20.6米 设计排水量10700吨 可搭载多型直升机 具备极强的跨海区巡航能力以及搜救能力 海事巡逻船是用于监管主权国家沿海水域 保障水上交通安全 进行海上搜救与执法的多功能传播 自2009年起 中国已经打造了多艘千吨级海事巡逻船 并投入使用 为中国海洋管理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该万吨海事巡逻船开工 是中国海事局崭新的一页 将大幅提升海事综合执法能力 深海远航救援能力 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添砖加瓦 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中国共有五艘千吨级海事巡逻船 其中包括海水量1583吨的海巡21 2320吨的海巡22 3000吨的海巡31 3250吨的海巡11 以及5418吨的海巡01 想必不少人对海巡31有所了解 早在2011年和2012年 海巡31先后访问了新加坡和美国 让外界看到了中国海巡船的风采 海巡31主要采用了四冲程直列柴油机 最大航速可达22节 船上备有电动反渗透造水装置 自持力高达40天 更关键的是 该船首席工程师曾表示 海巡31具有到达全球任何一个港口的技术能力 改写了中国海事系统的历史 分析指出 别看海事巡逻船不具备军舰一样的火力配置 其吨位摆在那里就是一种威慑 而且中国向来有句古言 杀鸡烟用载牛刀 近些年 周边一些国家在有些人的挑拨之下 频频派出渔船快艇等船舶 非法闯入中国相关海域 要知道 周边一些国家千吨级以上的军舰都不算多 所能派出的大都是小型船舶 如果中国出动军舰 驱逐成本有些高也不划算 且容易被颠倒黑白 而千吨级的海事巡逻船足够形成有力威慑 如今万吨级的海事巡逻船开工建造 将使得中国驱逐外舰的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即便是对方派遣几千吨的军舰 在中国万吨海事巡逻船面前也不够看 值得一提的是 国际评论称 中国在归属问题上真不开玩笑 万吨海巡船的开工建造就是最好的证明 确实如此 如今中国的造船能力外界有目共睹 中国的国防力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水准 如果有人偏要执迷不悟触碰我们的底线 奉上四个字 后果自负